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本书中 平克教授用轻松幽默的语言 吸引独到的论证 举重若轻地将哲学 人类学 生物学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融汇贯通 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示了不同学术流派 关于人类本性的探讨和论争 并从道德 情感和政治等层面 分析了人性白板说对当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 此书颠覆了主流人性白板说的观点 并通过阐述人性的本源 内涵和局限 提出了一套科学视角下的人性观 为研究政治 暴力 性别 儿童及艺术等诸多话题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说起人性 我们第一反应总是那句人之初性本善 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 我们逐渐明白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人性非但不能用简单的善恶衡量 更无统一定时 我们对人性思考越深 就越对人性充满困惑 到底什么是人性 人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性又有什么区别 平克教授在书中首先对人性白板说的相关内容和理论演变进行了阐述 然后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发现 逐步推翻了白板说的观点 并反驳了对于人性观的担忧 平克认为 人类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而不是由后天决定的 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不仅不会引发社会混乱 反而有助于人们去寻求歧视 剥削 压迫 暴力等问题的解决之道 人性的白板学说 要追溯到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他在《人类理解论》这本书中说道 人类的心灵是一张没有任何印记的白纸 不存在任何思想 换句话说 洛克认为 人类本身就是一块白板 大脑的想象力 推理能力等所有能力 都来源于后天的经验 与白板说相伴的 还有另外两种关于人性的学说 一种是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高贵的野蛮人 卢梭认为 人在自然状态下 是天性无私 崇尚和平 无忧无虑的 而贪婪 焦虑及暴力等负面事物 都是文明的产物 卢梭的目的是将大脑的空白状态与美德联系到一起 强调不良行为是社会化的后果 另一种是笛卡尔的 被称为机器中的幽灵的一种观点 具体来说 他认为人的肉体存在于空间之中 像是一部机器 但灵魂却是一种既不存在于空间之中 又不会随着肉体消亡而消失的不灭存在 人的肉体和心理是分离的 因此人性不是由身体这样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 总之所谓人性的白板说 就是认为人生下来是一块白板 什么属性都不带 所有的性格和能力都是经过后天培养出来的 这叫做弓 握手 滚 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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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就是商务的结果 你必须永远在这些什么你不想要去杀 现在这不是重要的 这就是你的安全 你必须保持这些弓 确保不破坏 换句话说 哪怕是奴隶的孩子 经过特定教育和培养后 也能成为科学家 艺术家或政治家 而平克认为 这种学说是启蒙时代的特定产物 虽然这种观点有其强大的社会意义 它给了人们强大的信心和使命感 但这种人性论中的白板说 其论证方法极为粗浅 经不起更为先进的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检验 平克用现代科学一点点推翻了白板说的论点 并基于大量科学研究 证明人类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而不是由后天决定的 例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局限是由大脑决定的 我们通常认为 人的意识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 这其实来源于白板说 因为白板说认为 大脑本身空无一物 只有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加工处理后 才能形成认知 因此我们认知的上限是由我们所接触的客观存在决定的 也就是常说的 世界有多大 视野就有多大 但事实上 造成我们认知局限的关键 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还没有进化出 专门适用于现代知识领域的组织结构 所以我们才会在教育 生物伦理 食品安全 经济等方面遇到难题 又如决定孩子性格的不是教育 而是基因 我们通常认为 人的心智是空白的 在刚出生时没有差异 都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 因此孩子的成长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教育 与特定的家庭成长环境 平克则认为 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作用 要远远小于基因的作用 比如一对双胞胎 即使后天的生活环境差异巨大 他们仍然有很多相似行为特征及性格特点 因此父母不应该把孩子视为一张有待涂抹的白纸 教育孩子的关键不在于父母给子女灌输了何种知识和理念 而是要因材施教 释放孩子原有的天性和禀赋 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从前有个小朋友很用功地念书 长大了之后发财了 从前有个小朋友很不孝 有一天他扭伤了脚 妈妈我想睡了 从前有个小朋友早睡晚起 第二天 死了 再如暴力是人的天性 平克认为 人类的暴力不是后天形成的 而是大脑设计构造的一部分 他指出了人类暴力的三大原因 即竞争 缺乏自信和荣誉 竞争会促使人们为了获利而去侵略 就像黑猩猩为了获取食物而攻击其他动物 缺乏自信 会促使人们为了安全而去侵略 就像美苏冷战 双方都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而疯狂地开展军备竞赛 荣誉则会导致人们因为琐碎小事而使用暴力 一件很小的挑衅行为 就可以让人们大打出手 人类大脑中关于暴力的架构 会促使人们因为上述原因而采取暴力行为 这是生物的本能反应 不可避免 但他同时指出 虽然暴力是人大脑天生的设计构造 不可完全消除 但大脑同时也设计出一套控制暴力的开关 这套开关能够有效地控制人的暴力行为 因此平克提出 控制人类的暴力行为 重要的不是如何彻底消除暴力 而是通过制度的设定和环境的营造 去引导人们不点燃暴力的火苗 关闭人性中暴力的开关 平克对白板说发起了批评 提出人类是先天基因加后天教养的产物 他认为人类在个体性别之间 都存在重要的内在的差异 孩子的性格是由他们的基因群体和经验决定 父母并不能强行塑造孩子们的性格 就像成人并不能改造自己的伴侣一样 而情侣间三观不合 一方面是后天所处的环境和教育差异所导致 但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情侣双方的基因 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异 你驾住你去哪儿啊 去死 这么大早就给女的送钱去啊 对 我何止她呀 我还一堆女人等着我送钱呢 你要走我就死给你干 更进一步说 男人和女人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男女平等 而忽略了男女在基因上的差别 小姐 想不想跳支舞啊 男人和女人彼此擅长的是不同的领域和任务 正是男女基因上的不同 才能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白板这本书告诉我们 所谓人性是一种遗传的神经指令 它引导了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 因此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天赋和基因出生 个体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所谓的人性并没有神奇的可塑性 史蒂芬平克的白板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视觉化阅读让读书变得更简单 锦徽是读 字幕志愿者 注文他是 та让你 星人其实践集念 社会 和声词 人之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